比较更好一点 因为灵的更多 他这个洒水 洒一点点 下雨天你出去 灵雨不是很好吗 但是天宫给你加持 对不对 老天也真的是给你加持 那个水是很好的 说不定 这个灵的更加亲近 所以我们这个 做任何事情 都必须要有传承 有他的遗鬼 不是乱七八糟乱来 假如乱七八糟乱来的话 你说那个消防局的 那个消防员 都可以给人家做灌顶 对不对 他给屋顶做灌顶 那个火在烧啊 他天天去给他灌顶 那这样子 消防员就拿起水龙头夫 他就已经灌顶了 那确实是灌屋顶 那是一点也不错的 这个是要懂得遗鬼的 传承的 你不是密教的 为什么你也给人家受灌顶呢 可见人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你是 两个字 别人讲 另外呢 有弟子啊 一看到师尊受这个十六四大宝法王的这个五佛颜顶灌 五佛颜顶的这个灌顶 最近也有弟子写信了 请师尊给我摇灌顶 五佛颜顶灌 五佛颜顶灌是最高的灌顶 他是一块钱马币 就要来个五佛颜顶灌 我也给你说 回信了说 已给你灌 这个是我不对 你自己求灌顶也不对 我也不对 你知道五佛颜顶灌是所有灌顶当中的最高灌顶 很多金刚上师还没有受过五佛颜顶灌的 其实我看你这个弟子的这个名字啊 虽然你是归于的弟子 但是你也是很陌生 怎么突然间你求五佛颜顶灌呢 来让我看看 至少你要亲自来 来求灌不灌还是另外一回事 你要懂得怎么样子修 他灌顶有一个层次的 不能业集 所以现在的很多的喇嘛跟佛佛 也实在是业集灌顶 什么叫做业集灌顶呢 因为他现在只要有人供养他就灌 现在佛佛跟喇嘛也是一样的 他传了这个法 我传十轮金刚法 通通三千名 全部通通灌 要管他有没有什么上师相应 有没有四家型相应 有没有本真相应 现在都不管了 现在反正好 我传大法 大家一听到是大法 不是小法 大法要大红包 小法小红包 四家型分起来灌就四个红包 就是这样子的 所以现在是不行了 以前密教里面的祖师的规矩 是一层一层来的 你确实有了相应的层次 你在接受比较重要的灌顶 真正的大法 你修习到金刚法 十轮金刚法 那就是成佛了 那五佛圆顶罐 就成就五佛 你本身就是金刚萨斗 那是很大的 五佛圆顶罐 这个中央 毕如这那佛 顶上阿出佛 这个 这边呢 不空成就佛 这边是宝生佛 后面是阿弥陀佛 要观想五佛注顶 给你做灌顶的 那么五佛就是 毕如这那 中央毕如这那 这个宝生不空成就 阿弥陀佛 阿出佛 五佛都在你的顶上 给你做留住灌顶 这个很大 最大的无上灌顶 你本尊都还没有这个相应 怎么求五佛圆顶罐呢 这个求法就是不对的 这样子求法就是不对的 所以很多事情是灌顶上 很多很多的这个仪鬼 很繁复的 很繁复的 所以他这边就没有路了 那么再来呢 我们谈这个鬼 而成器以轻尽 尽力疑及三昧 阿弥陀佛 这个苏细地经 咒彼奈雅品 转征严华品 淫 这个里面呢 这一大段里面 谈的是什么呢 谈的就是灌顶的戒力 这个灌顶呢 有很多戒力的 你要先明白 种种的戒力 你在受灌顶 他这里面有提到啊 有智修行者 以诸咒诸天 及大慈颂者 细戒不阴沉 这就是提到 你在诸咒的时候 都不可以生气的 不可以发怒的 不可以这样子 像苍蝇来了 你要对他很好的 不可以生气的 不可以一把掌 啪 你在念咒当中啊 不可以生气 他这里面谈到的 全部都是戒力 另外有一条 很重要的哦 你们不可以生气 我可以生气 开示密谈师 行为虽暴恶 然不应以 负以义毁谤 你知道密谈的上师啊 在密谈的上师 他的行为 虽然很暴恶 暴就是生气 很恶劣 骂人 打人 这个行为很不好 但是呢 然不应以 不可以讲话说 哎 上师你这样做不对啊 上师你怎么样子啊 你要温柔一点啊 上师你这样子怎么样呢 不要讲 也不能讲的 或以义毁谤 或用意念来毁谤 说这个上师恐怕是假的吧 是假上师吧 是假的佛佛 因为这个就是意念毁谤 然后谈到意念毁谤啊 你们会认为说 意念怎么毁谤呢 是有啊 是意念是可以毁谤人的 那以前啊 我在登台 登高座说法 坐在高座上说法 那底下有一个弟子就在用意念毁谤 怎么意念毁谤 他说这个佛佛啊 有什么了不起 我啊 哪一支红外线的这个 这个描枪啊 装红外线描准器的这个枪 炎炎的 那个时日对着他的额头 就这样一抠板筋 他就当不成佛佛 他就当不成 这是什么 这个也就是用意念杀人 你便没有杀我 事实上你便没有做 但是你意念已经想到了 这个意念上已经犯了杀人罪了